歡迎收看金明天下 台灣的出口非常的暢旺 在6月份的外銷訂單 已經是連似紅了 不過在7月份的時候 有可能會由紅翻黑嗎 出現了負成長這樣的情形嗎 另外現在風向 是不是已經開始轉變了 儘管在今年上半年 主要是由科技股來領漲的 不過現在最新的調查卻發現 已經有七成的投資者 他們不願意在下半年 再持續的買進科技股了 而台股的部分 在連續四天的重挫之後 今天可以說是滿血復活 大漲超過了600點 是創下了史上第二大的漲點 不過在接下來很關鍵的 就是8月份的第一個禮拜 會不會是出現一個 重要的轉折點呢 不過很多人就說 現在房價真的越來越貴了 如果說買不起房 是不是乾脆就買股呢 可以看到銀劍股呢 在今天表現相當亮眼 而整個銀劍那股指數呢 光是今年以來就已經大漲了 百分之五十七創下了新高 另外呢 賀錦麗呢 在拜登宣布退選之後呢 現在是披上了戰袍 要來對抗川普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賀錦麗的吸睛功力 也是創紀錄 在二十四個小時呢 就已經募集到了 大概是二十六點五億 台幣創歷史新高 而川普的部分則是 接下來他會大打零元購嗎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 為您邀請到德州州立大學 副教授翁宇忠 大家好 財源專家游廷浩 大家晚安 資深分析師林永年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王硬亮 大家好 我們先請教廷浩 台灣的出口表現 是不是跟股市是息息相關 六月份的外銷訂單 雖然還是成長的 但是已經出現了月減的情況 是不是有一些的這個不如預期 而且經濟部自己都說 季底效應也是不如預期的 有沒有可能在七月 就已經翻黑了 對 我們要具體觀察 因為整條趨勢 目前看起來還在向上 那如果在六月份 七月份 如果轉頭向下的話 那無疑是一大警訊 畢竟現在這個時間點 照理來講是今年年底 I16的帶貨潮 差不多外交訂單 現在也應該得到了 如果市場對於I16的 終端商品的預期不佳的話 那很有可能就會影響到 接下來這些科技國的財報和財測 可是我覺得 至少從目前年增幅來看 至少還在增長 還增長了3.1% 說明什麼事情 從去年底開始 我們就看到外銷訂單 基本就在緩慢的負數當中 你看今年唯一一次下落到負值 是二月份春節的時候 工作天數比較少 對 是工作天數比較少 所造成的 要不然今年一整年都是年增 所以我們看的是趨勢 也許只是由於二季度 帶貨潮慢一點 但是在七月份八月份 全面回歸的話 就有更顯著的帶動 而且這一波的外銷訂單 有另外一個可以留意的方向 是什麼呢 就是針對海外出口的部分 基本已經完全由美國所主導了 我們過去看到 台灣的外銷訂單 基本上有接近四成到五成 大部分都是直接出口 到中國市場 進行最終組裝 再新出口 可是我們看到 現在在終端商品的部分 有30%都是屬於美國出口 我們看到在中國的部分 已經掉到了兩成個 而取而代之的 我們看到歐洲的部分 已經上行到14% 東協的部分有15% 換句話說 現在看起來 如果是純加工品訂單的話 大量的往東協市場來做運送 那如果是以成品訂單的話 只是大量的往美國市場來做運送 換句話說 這個地緣政治也在改變 台灣外銷訂單的面容 可是我們具體觀察的方向是什麼 就是訂單是確認的 訂單就確認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外匯收益也是真的 通常外銷訂單會領先出口值 大概一個季度左右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六月份 看到的外銷訂單 什麼時候會算到出口 九月份才看到 九月份的出口 什麼時候會任列在財報 可能到十月到十一月 到年底了 到年底了 那這個年底所賺到的錢 最終進行分配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呢 明年二月份 吃春酒 拿到年終的時候 所以整條時間像 這樣一路走下去 我們就幾乎確認了 接下來大家拿到的出口外匯 就可以重新投入到 資本市場當中 這也是臺北股市 這幾年為什麼能夠 漲到現在的原因 最遲觀的 就是因為半導體社會潮 帶動的外匯收益 最後投入到股房資產 我們舉例來說 根據加權指數 在二零年以來的法輪買賣潮 當時加權指數 從八千點 一路漲到今年最高點 兩萬四 我們看外資 是二零年 二一年 二二年和二四年 過去五年有四年都在大賣潮 二三年僅僅買了三千億 但是過去五年 總計賣了1.5兆台幣的股票資產 可是我們看到投信 過去五年 沒有一年是賣潮的 每年都在買 每年都買 為什麼二零二年以後 投信的買潮 就有這麼多龐大的資金 這些錢哪裡來的 外銷訂單 所以外銷訂單反映的出口值 最後會反映在外匯收益所形成的 ETF賣盤 比如說今年外資 賣超金額已經高達1600億了 可是今年投信買了多少 4600億 是外資賣超的 接近有三倍金額 貴買也是一模一樣的 貴買從2021年以後 外資賣超就持續的加重 今年已經賣了470億 可是投信今年買了多少 買了899億 接近外資賣超的兩倍 都是一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幾乎就彰顯著 內資依舊十分強勁 現在我們看到這幾天 好像臺北股市波動很大 很多人說 內資會不會信心打折扣了 會不會不敢去扣ETF了 現在回過頭來看 過去幾天投信買賣超 都是買了八九十億 那為什麼還會跌成這樣 對啊 這些人根本就沒有離開市場 那回過頭來看 外資有做空嗎 外資這幾天 老實說賣超幅度 也不像 昨天的賣超也還好 賣九十億而已嘛 賣不到一百億 大買超買了一百二十幾億 那到底是誰把股票 除今所形成的股市重挫呢 我們基本上要這樣講 首先臺北股市跟外資 有明顯土洋對坐的情況 而內資內部也在對坐 內資第一種叫做 我們講的ETF的純股買盤 這是一波內資 這波內資是相當堅定的 逢跌必滿 那另外一波內資是什麼呢 是屬於融資型買盤 就是短線操作者 這些短線操作者 股價低的時候 不願意買股票 但是股價漲一定要追 對 我們舉例來說 臺積電的股東人數 當時在二二年年底的時候 有一百四十九萬 結果股價從三百八 一路漲到今年接近千元 股東人數反而從一百四十九萬 減少了 減少到今年六月一百一十四萬 減少了三十萬人 但是當臺積電股價 突破千元大關之後 突然一百一十四萬 到現在有一百三十三萬 突然有二十萬人 在過去兩週進場了 這過去兩週進場的投資者 他肯定不是長期投資者 他就是投機型散戶 台積電五百塊六百塊 覺得好貴 一千塊覺得好便宜 開始重新進場 而且融資余額快速地衝高 在過去幾週以內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臺北股市在昨天 以及這幾天獲利了結的賣壓 基本就來自於這群投機型散戶 但是我們相信 這群投機型散戶 短期內可能獲利出場 甚至是停損出場 但是回過頭來看 他始終要回來的 你要想想看 他現在獲利了結了 在臺灣市場有人要持有現金 今年持有現金就是最大的輸家 這群人遲早會投回來的 這換句話說 我們看到臺北股市 仍然是由內資主導 外資雖然今年賣了 賣超幅度大概一千六百億 但是他並沒有阻止 臺北股市的創高 所以外資只要動作不大 臺股就會創情高 那內資適度的洗一點籌碼 適度的做一些中期回調 把融資餘額給洗下來的話 所以現在就是在洗籌碼 把籌碼洗乾淨以後 經歷一個季度的中期回調 我覺得我們今年 還是可以繼續看到臺股創情高 不過股市表現 你要特別去看的是 美國的這個科技股 這個財報到底是如何 我們現在看到包括特斯拉 跟Google我們公司 這個Alphabet都要公佈財報 不過彭博社調查顯示 的確如果說你財報表現好的話 是有機會去拉抬 美國股市的一個表現 但為什麼他們調查卻發現 現在七成 高達七成的受訪者 他們在下半年 不想要再買科技股 這是彭博社最新的調查 也就是說我們都很明顯感受到 好像在過去一整週 美國股市都有非常明顯的 川普交易風格開始展現 什麼是川普交易風格呢 就是原本由一些科技股所掌握的資金 大規模的獲利了結 流往傳產股 能源股的倒窮 或者往低利率 弱美元的中小型股的 羅素2000來做前進 羅素2000過去一週漲了一成一 那這代表什麼樣的現象 代表的事情是似乎市場的 對於科技股的預期 感覺到頂峰了 沒辦法更好了 我們舉例來說 彭博社的調查 分別從專業投資人 和散戶投資人來進行調查 預估下半年還會不會針對這些大型科技股 增加持倉 在專業投資人有七成都不願意 在散戶投資人有六成六 都不願意再買這些科技股 可是上半年明明漲的都是科技股 對啊 所以現在的預感就是 現在的瞭解就是 那到底我們之所以把這些盈利增長 幅度特別高的科技股 獲利了結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 一個最根本原因 剛才提到的第一個 是川普即將蕩行 他形成交易風格的改變 那第二件事情 是市場上 給他的評價 高到自己有點不相信 我們舉例來說 現在在標普百指數 二季度的獲利成長 預估值來做觀察 這些科技股的板塊 預估EPS成長幅度 都是一成五起跳的 那我都知道你會成長這麼多 我當然給予你的目標價更高 就好像花旗 直接把台積電目標價調高到1500 那沒辦法再調高 你都已經調到這麼高了 都已經到1500 可是你觀察今年有沒有 獲利是衰退的板塊 有 工業類股 原物料類股 能源類股 這些板塊根本沒人買 因為沒有人相信他會好 很多都是傳產的 對 但是這些股票 它的優點在哪裡 預期非常非常的低 有時候我們看到 股價的上漲 並不來自於獲利的單純好壞 它更多來自於什麼 它更多來自於預期的心理的高低 雖然我認為你在18層地獄了 但是如果你跑到第17層 那你就應該漲 我給你預估考試會考98分 你考97分還是很亮麗 你還是得跌 這就是由預期所感受的心理 而現在市場上之所以針對科技股 開始呈現嚴重的賣壓 就是來自於 我給你的預期好像太高了 你不太可能 比我想像中還要來得更加亮麗 有點像前兩天 我們看到明星賽棒球 王建民 陳金鋒 洪英宗教練 全部上來的時候 好感人 但是我那時候第一個想到的事情 是什麼 明年的明星賽還能那麼精采嗎 因為今年已經這麼精采了 就好像科技股 你把他的預期拉得這麼高 市場都會懷疑明明還可以有更好的量益 如果端不出更好的成績單的話 更大的成長幅度的話 市場反而會有可能有些失望性的脈癢 對 所以如果我們觀察 標普百指數的前瞻EPS 這幾年一直在創高 就導致有些人就預估會更高 預估會更高 每個人都在用更高的預期來做表數 可是我們看羅素2000 他今年就在下方盤旋 沒有人給他任何的預期 這就是我們看到市場行情題材的穩動 但是我的自己的想法 就是說很多人對於這樣的一個想像空間 他是為了賺取短期的價差 但是我覺得我們反而可以趁這個時間點 重新回過頭來留意一下 大型科技股的表現 為什麼呢 因為大型科技股很有可能還是造成你資產創新高的唯一條件 我舉個例子來說 有一天我們的資產從原本的1000萬 晉升到2000萬 你覺得有可能是艾克森美孚帶動的嗎 有可能是可口可樂帶動你的資產創新高嗎 我相信不可能 有一天你的台幣資產從1000萬晉升到2000萬 有可能是中華電信帶動的嗎 我認為難度也很高 所以他頂多具有短期價差的賺取空間 可是長期如果趁著這一波科技股的 獲利了結的賣壓 我反而覺得我們應該要好好地留意一下 回答有沒有被錯殺的風險 台積電有沒有被錯殺估值的風險 用這樣的一個角度 順勢地在今年第三季的中期回檔 來做一些部件 我覺得過兩年回過頭來看 你會發現好險我買的是科技股 好險我買的不是可口可樂 好 剛剛提到我們看到 雖然包括美國股市跟台股 在最近都出現了這個回檔的情形 包括在上半年 引領整個股市上漲的一些大型的科技股 也都出現了拉回 但是不是也可以利用這個時間 來進行一些佈局 我們要請教永年哥 其實在昨天我們節目也有提到 當這個大盤台股指數碰到季線的時候 可能就會出現一些反彈 果然在今天大漲超過600點 就是創始上第二大的漲點 不過因為在先前已經連跌4天 跌掉2000點 今天漲600多點 大家還是會怕怕 這個時間點還可以進場嗎 OK 好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大盤 這個成交量是多少 不連盤後交易的話 三千九百三十九億 好 很久沒有看到三千 三字頭的對不對 那今天大漲了六百一四四點 結果成交量只有三千九百 不到四千億的成交量 昨天跌了六百一十二點 結果成交量是五千五百億 對不對 那今天怎麼會差那麼多 對 所以大家一直趕快賣了嗎 最主要是今天這個多頭 不敢追了 那麼空頭也不敢空了 為什麼 因為已經跌那麼多了 嚇死我了 連空頭都嚇到了 你知道嗎 所以今天這個盤能夠無量上漲 這個是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因為多空都不敢動 可是明天大家都敢動了 這個就好像貓跑走了 老鼠就敢動了 對不對 那明天大家都敢動了 所以明天一定要補量 補量多少呢 五千億的量 然後才有機會繼續的反彈 如果明天反彈的話 就是量一定要跟上 是 一定要跟上 那麼我們再看一下 最近為什麼會跌的這一波 跌那麼長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原因 我們才知道 到底要跌到什麼時候 好 來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 在六月的月線 月線 收月線的時候 這個六個月的RSI 它是跌到了 它漲到了92.69 92.69 九三年有非常 就有嚴重過熱的跡象 可是到底有多嚴重 在過去的37年裡面 不連這一次不包含在內 過去37年裡面 只有發生過四次 就是六個月的平均RSI 到92以上 對 那麼我們現在要研究就是說 那之後的第二個月 它出現了什麼事情 結果我們發現過去四次 它的第二個月都是黑 最小的一次黑是只跌了3.1% 那麼其他的兩次 一次是3.7 一次是14% 其實跌得很深 對 其實還滿多的 還有一次是在民國76年的時候 那一次跌了39% 那個是股災 那個不算 跌了3.1%也不能算 為什麼 因為這一次 我們這個跌幅已經高達9.3%了 從最高點開始起算 已經9.3% 所以這次也不算 所以我們把這兩次的跌幅 這個13.7跟14加起來數以2 大概是跌幅 大概是13.85% 所以我們如果從六月的收盤指數 如果23032點起算的話 那麼大概目標是19850點 如果從最高點的24416開始起算的話 大概是21000點 現在還在2萬2千 差不多2萬2千800點 所以就算今天大漲600多點 還是有可能 還是要小心 還是要小心 那麼為什麼呢 因為兩天之內的收盤指數 必須要站上23033 就是這個六月份的收盤指數 一定要站上去 就是不包括今天 接下來的兩個交易日 要站上23033 否則的話 短期的移動局限 會呈現空頭排列 那麼就會形成壓力了 然後我們再看 八月的第一個禮拜 是時間轉折點 非常重要的時間轉折點 所以那個時候 如果說我們現在假設 這個禮拜大盤是反彈 大盤反彈 然後下個禮拜繼續收 繼續反彈 那麼八月的第一個禮拜 就要小心了 它有可能要開始回檔 正式開始回檔 接下來反彈 然後下個禮拜繼續反彈 反而不是好事 反而它接下來可能要大跌了 可是反過來講 如果反彈個一兩天之後 它又開始回檔了 那反而是好事 反而是好事 對 因為到八月第一個禮拜 就要早買點了 都是一定要早買點了 所以有兩套劇本 大家要記得 對 那個是時間轉折 那麼另外我們看大盤止疊的條件 第一個外資要翻空為多 因為七月份外資到昨天為止 是賣超兩千三百八十億 今天當然是買超了 第二個就是台幣要止疊 止點回升了 第三個就是台積電要止疊 要重回一千塊 這樣子的話就沒什麼問題了 好 那麼在接下來 我們是覺得說 這個川普的有一點點的這個 他講他的政策 有一點點的問題 什麼樣的問題呢 他現在是要減免所得稅 然後調降企業稅 那他財政的這個收入的缺口 要怎麼彌補呢 他提高關稅 他就講說 他講說 這個針對中國大陸 如果他當選的話 對 他可能要提高關稅 對 大陸 中國大陸 他可能要提高關稅 到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一百 那其他的國家呢 好 大家一律平等 眾生平等 來 跟一個人徵收 百分之十的所 所以他不會只是說 說他真的有可能 他如果當美國總統的話 他會苛徵高達六十趴的稅 他會啊 他會啊 因為他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他當選了 他就任了之後 他所有他競選的時候的政策 他都立刻都實施了 立刻都實現了 所以他是說話算話的人 可是就是因為說話算話 所以麻煩 因為在一九二九年 經濟大蕭條 大家都知道吧 我相信讀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 經濟史的人都知道 一九二年經濟大蕭條 他這個經濟大蕭條 是什麼原因呢 就是因為有這個參議員 他認為說 你們歐洲就輸這個農產品 到我們的美國來 害我們的美國的農民 都沒有飯吃了 所以我們要幫你提高關稅 還立個法案 結果提高關稅了之後 像加拿大 像是其他歐洲國家 好 我們通通來報復性關稅 結果造成什麼 造成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五 對 然後他們的你看一下 他們的這個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 進出口金額銳減百分之六十七 GDP大減百分之五十 所以大家知道川普是關稅的人 但他不是第一個做這種事情的人 過去就曾經做過這樣子的事情 你的氣質就比較好 像我的話也講說 他不是第一個幹這種蠢事的人 的確所以如果川普當選的話 大家會覺得說 如果大家都課高關稅的話 那真的就是通膨 通膨一定起來 就可能再回來了 一定起來 那所以如果要投資的話 是不是抗通膨又很重要 對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看 抗通膨的股票 那在台灣呢 這個什麼東西最抗通膨 房地產最抗通膨 對不對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房地產的這個分類指數 大漲對不對 像什麼國產 全坤建 這個冠德 宏盛 另外包括像是達利 星巴巴 這兩張股票漲停 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們的殖利率 其實普遍都還滿高的 那今年的累積營收 表現也都不錯 重點在這裡 七月份以來 外資持續的買超 只有藏宏小賣超的四十九張而已 其他都是站在買方的 外資會針對一個產業的股票 進去買超 很少 前一陣子是這個 前幾個月是金融股 現在變成這個營建股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其中國產 2504的國產 因為它是做玉拌混凝土的 而且是台灣最大的一家 對 現在這營建業 據說營建業他們現在最缺什麼 缺材料 他們除了缺人工之外 他們現在最缺材料 所以這個國產它現在的產品 期貨可居 你知道嗎 所以這檔股票 它今天創了歷史的新高 而且突破了盤整區 所以這檔股票 只要量價不失控 我覺得可以持續注意 因為冠德也是一樣 冠德它今年的入帳 大概只有150億 那麼另外它手上 還有3.1萬坪的土地 現在誰有土地多 誰最 講話最大聲 所以換算成總經銷的金額 大概還會有906億的 這個銷售金額 那七月份以來 三大法也合計買超2.1萬張 所以這支股票也是一樣 只要量價不失控的話 我覺得應該還有更高點 可以值得期待 好 剛剛有年跟我們看到 雖然台股在今天大漲 不過成交量的部分 其實是不到四千億 在明天如果繼續反彈的話 可能這個量的部分 就要補上 才會有後續的這個動能 另外在這個營建股的部分 也充分反映到了抗通膨 不過在剛剛其實我們也有聊到 現在很多美國投資人 他們在下半年 是不願意去投資科技股了 那麼在上半年 非常夯的這個AI股 到底還有沒有機會 我們要請教音量 科技股的財報周 有可能讓AI起死會勝嗎 其實人多的地方 不一定會贏 大家都不想投資 他搞不好就有機會 就像剛剛廷告所講的 我覺得他講得很好 他說未來如果這個 你財富要增加的話 搞不好還是靠這些大型的科技股 其實現階段大盤的氣氛 跟4月23號我來節目的時候 那種情況有點雷同 我們看一下 當時4月份也出現一段 很明顯的回檔 這一段跌掉了1479點 當時4月23號禮拜二 我那時候來的時候也剛好講什麼 記得好清楚 我記得很清楚 因為我覺得這個情況太雷同了 你看這一次跌多少 這一次也跌了2286點 這次跌比較多一點 因為這邊漲比較多 那後面為什麼漲上來 後面其實就是很多的這個科技股財報出來 很好 尤其是四大雲端服務商 出來的這個資本支出都是擴大增加的 增加之後我們就很樂觀推估 輝達財報會很好 果然你看到五月二十號公佈之後 你看到這指數開始一路上來 所以這次簡直就是一模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時間點接下來你再往後推 你看一下Google Alphabet的部分 7月23號 微軟7月30號 Meta7月31號 亞馬遜8月1號 然後到8月28號呢 閘嘴關注的揮達財報 其實這時間點跟四月份那時候很像 對不對 然後我跟各位講 這些財報出來之後 你不要去關注他們個股的一個漲跌 因為當時 其實四月份它公佈的時候 Google的股價是漲了10% 但是Meta公佈它跌了10% 但是你會發現時間拉雲來看 當天的高點都不是最高點 因為後面還有更高點可以期待 所以這次也是一樣 個股股價可能會漲跌不太一樣 但是大家注意一點 就是說他們對於未來的雲端資本支出 有沒有做增加 如果有做增加 就代表他看好後世 他還要再做投資 他要再做投資 那要買什麼 買AI晶片 所以揮達的財報來講 一定是樂觀的 所以當時揮達財報 5月20號公佈的時候 市長都說都很好 可能就考95分到100分 結果他繳出來成績是120分 更好 所以這一次他可能也有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發生 而且美銀最新的報告 他是預估 微軟跟Meta下半年會繼續加碼AI 擴大資本支出 所以他預估2024年下半年 資本支出應該會達到一千兩百一十二 一十億美元 計算大概十四趴 然後2024年全年來講的話 這全球的雲端廠商支出 資本支出會高達兩千兩百七十億 那較前年成長大概是三十九趴 都是創歷史新高 都創歷史新高 他也預估未來AI的晶片產值 大家先看一下今年 今年是一百 billion 就是一千億美元 那其中揮達大概就占了八十四 八百四十五億左右 然後到了二零二七年 我們先看總體產值是兩千億 因為你看台積電這一波 他幾乎這條是季線 幾乎碰到季線就是買點 季線就買點 然後這一次你會發現 他回測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對照過來六月十七號 六月十八號缺口 這個區間大概是九百二十五 到九百四十塊之間 所以昨天台積電達多少 九三八就起來了 因為他剛好落到這個區間就起來了 所以這個區間 我個人認為是有效的抵抗 因為前一次你會發現 他回調到這個區間 之後也是上來 就往上了 所以這個區間是非常關鍵的 所以每一次達到這個區間 他就會上來 而且這一次季線附近 再轉折向上的時候 我覺得台積電未來是有機會 回到一千塊以上 因為大家比較小看 台積電第三季 第三季有蘋果的訂單 有輝達GB200 所以理論上來講 台積電第三季的營收 應該會創歷史新高 那股價來講的話 有經過大幅的回答 我覺得這邊會一個新的機會上來 那台積電會漲的情況之下 大家去想 他是因為AI晶片製造 股價才會上來 那AI晶片製造 裡面還需要用到什麼東西 GB200裡面的散熱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水冷來講的話 我覺得雙虹 這股價回到了這個支撐 應該大家是可以注意一下 雙虹今年這一波 原本高到九六五之後 為什麼會出現大幅度的回調 因為市場有鬼故事 他告訴你 這個什麼 水冷很多家廠商要做 對不對 不是只有你雙虹可以做 我其他都可以做 但是我坦白跟各位講 這是鬼故事 因為水冷這個東西 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如果你出現漏水的狀況的話 他技術門檻是很高的 算高的 所以不是說誰都可以做 奇怪的公司都可以做 所以這個謠言是被粉碎 粉碎掉之後又拉起來 拉起來之後 這邊又出現鬼故事 說什麼 說這個美國廠商用了這個 雙虹跟高麗的水冷零件之後 出現漏水 結果前天左右 這個市場也證實 漏水的不是我們台灣的公司 是揮答用的國外的廠商的 這個水冷零件 出現漏水的問題 所以根本就不是雙虹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雙虹兩次的鬼故事打下來 都沒有破這個支撐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 應該是可以做個成績 然後在設備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看龍頭 龍頭是誰 龍頭就是3131的紅塑 你看這一波 他跟台積電骨架走勢幾乎是雷同 季線位置出現之後 就是一路向上 所以這次就打到季線 你會發現台積電一直穩 他骨架 紅塑骨架也跟著上來 因為紅塑今年法人沽EPS 大概是可以賺30塊 明年可以到40到45塊 所以連續兩年都是正向成長的 所以股價我覺得 都還有一個上漲空間 但是因為一千五百多塊 大家可能買不下手 那怎麼辦 我說你就可以注意什麼 相關的比較中低價位的一些 設備概念股 比如像萬潤 星雲這一些 或者是G2C加聯盟裡面的股票 我覺得這個後面來講 都會有機會 那其中目前來講 最低價的應該是 4526的東台 東台這一波在漲的時候 大家都認為說 他是靠G2C加聯盟的題材 他靠的是東捷子公司 因為東捷最近漲很多 我記得我在節目上 40幾塊也跟各位講過 後來漲到59塊還60塊對不對 那他是靠這個題材上來 其實各位不是這樣子 其實東台這幾年 也積極在轉型當中 他是一家成立了55年的老公司 他的強項在哪裡 就兩個東西 一個是研磨設備 那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是所謂的這個雷射設備 那你現在 現在這個不論是COAS製程 或是先進封裝 面板級的先進封裝 矽晶圓跟玻璃基板都要研磨 所以研磨設備 他其實這幾年 有在積極轉型當中 然後甚至他最近還對外講說 如果未來台積電 也要做面板級封裝技術來講的話 要不要雷射切割 晶片當中還是要切割 所以切割來講的話 他說他們公司的雷射切割設備 接下來就有機會打入到 面板級封裝 那股價位 其實我個人認為 很多設備概念 都已經漲到天上去 他最近是回遮到季線 所以回遮到季線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點 後續大家可以做個追蹤 好 音量鋼鋼鋼 我們看到了 其實如果在台積電 在AI帶動之下 其實看到在接下來 後續看漲 那麼相關的這個設備 跟散熱的概念股 其實也可以做留意的 不過我們說到牽動 整個股市 尤其台股在這幾天的這個重挫 大家會覺得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大家覺得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機率 是不是越來越高了 未來的不確定性是不是很大 我們要請教翁老師 其實美國大選 還是牽動台股的走勢 那麼在賀錦麗現在要 就是在拜登已經出面說 他希望這個賀錦麗來接替他 來參選美國總統 那麼包括裴洛西 現在公開的支持他 那麼甚至把這個競選的經費 也給他了 那麼現在最新的民調 好像出來他跟川普之間的差距其實並沒有很大 大概就是兩個百分點 那麼現在他是已經幾乎可以代表民主黨出來參選美國總統了嗎 是的 首先目前的狀況 確實賀錦麗代表民主黨參選美國總統 這件事情的機率大概是底定了 原因很簡單 因為美國的政治 尤其是美國總統大選 他的資金需要非常的充沛 那資金到目前為止 因為拜登跟賀錦麗原來是民主黨 大家預期的搭檔 所以所有的政治獻金都是以他們兩個人來為捐款的標的 所以拜登退出了這個組合之後 賀錦麗如果也不是在這個組合之上的話 就會出現政治獻金法上面的一個缺失 也就是這個錢可能就要凍結 就不能用 就要回歸到民主黨 所以瞭解這個狀況之後 我們再來看為什麼賀錦麗恐怕在目前民主黨的有望參選 或者是可能心理純純運動的這些政治人物 恐怕光是想到沒有辦法在短期內湊集上億美元的資金 就會有點卻步 就會想著我先來當副手吧 對 所以目前看起來賀錦麗確實站在一個最高的位置上面 但是賀錦麗站在最高的位置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了慶祝行情 你剛剛這個你也提到了就是說 好像民調差距不是很大 首先民調差距不是很大 因為我們在台灣看選舉 都是看全國的選舉 都是看普選票 所以看全國民調 可是美國並不是這樣 美國的選舉是選舉人團治 就是說全國的民調 也許他的差距不是很大 可是看一看加州人這麼多 全部就算加州 全部都支持賀錦麗 他也不代表能當選 加州選舉人團票 並沒有這個可以贏得大選 簡單來說 選舉人團票給了民主黨一個慶祝的行情 確實是沒有錯 他為什麼會出現慶祝行情呢 是因為慶祝的到底是因為慶祝看到 看到一盞明燈 賀錦麗代表的是希望 還是看到了民主黨 總算不用再糾結於一個年邁的候選人 是不是會被打垮 這種擔憂 目前看起來比較像是後者 也就是並不是賀錦麗本身 讓大家喜歡他或支持他 而是民主黨好不容易有機會 國會的這些候選人們 不用再擔心了 而且民主黨的這些金主 之前都放話 如果是拜登繼續選的話 他們不會把這個資金 再溢注到民主黨的其他的候選人 所以民主黨現在看到的一個希望 是一個重新的開始 所以有這種慶祝的行情 可是就像我們所說的 全國的民調 現在差距雖然很小 可是如果你仔細去看 那七到八個所謂的搖擺州 那個差距其實不是小 那個差距其實是差距 在統計誤差範圍之外 所以賀錦麗 現在就算扛下了大旗 他有非常非常大的挑戰 等待前面 這個挑戰就包括了他接下來 是不是能夠有持續募集資金的能力 而且還要繼續在必須要延續拜登總統的政策之下 要去捍衛拜登的 不管是好壞 他都要蓋過承受 因為他沒有辦法說 拜登總統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來努力 因為如果你提到了拜登總統做得不好 你等於就是打臉了拜登 你只能繼續延續拜登的政策 所以我們有沒有看到賀錦麗 在最近這兩天 他不斷地強調拜登是史上最棒的 而且還特別強調拜登一任就做了人家 兩任都做不到的事 因為他必須要把拜登的所有的政績 墊高 墊高到一個程度 就是說如果未來接受到挑戰的時候 他還是可以說就算拜登沒有做到百分之百 做到八十還是比別人好了 所以賀錦麗有這個包袱存在 那接下來他是不是能夠讓美國選民覺得 他自己能夠靠自己的能力有一些政策 然後當然他的副首的選舉 副首的選擇也很關鍵 因為賀錦麗我們看到的是 他代表少數族裔 可是少數族裔他畢竟是少數族裔 少數族裔代表的是少數族裔的選民 可能會支持賀錦麗 但是重數是誰呢 重數還是絕大多數 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美國白人的選民 白人的選民看待賀錦麗 他當然會 也許民主黨的支持者會去支持 可是還是必須要考慮 白人選民在過去這幾年 為什麼川普得到這麼多的支持 是因為白人選民有白人焦慮感 在過去二十年 白人的在美國的比例 從百分之八十 急速的降到了百分之六十五左右 讓白人覺得在很多的意見上面 為什麼是拉丁美裔的美國人 或者非裔的美國人 聲音比我們還大 這個是美國社會當中 你可以說是族群的不平等 長期以來 讓很多的少數族裔 他的發聲聲音變大了 可是相對的白人也許不說 但是白人其實很在意的 這個是美國政治的美角 所以我們就說 賀錦麗在選擇上面 當然就變成也必須要從這個考量 女性的總統 他能不能再搭配一個女性的副手 恐怕難度也很高 變成了女女的搭配 雖然聽起來很不錯 當然是女權我們很支持 可是女女搭配 在美國選民心中是什麼觀感 在這樣的限制之下 可能要選一個男性的副手 男性的副手在民主黨目前的政治人物當中 在這個螢幕上面 賓州州長 賀錦麗跟北卡州長 是 其實能夠選擇的也不多 我們知道在臺灣 我們可能有 在臺灣的政治人物 大家每一個人講起來 不管藍綠 你大概都有聽過 大概都有印象 前面幾名就是長期在政治圈 可是美國很大 美國民眾並沒有那麼關注政治 所以政治人物 譬如說我們在臺灣聽到什麼 加州州長紐森 或者是這個什麼 什麼賓州州長夏皮洛 或者是北卡州長 這個庫珀 這些在臺灣的媒體出現的人 美國的民眾不見得知道的 他住在不同的州 他真的不知道 他不問外面的事情 他不出他的州 他根本不知道這些政治人物 所以要在短期之內 找到一個白人 男性 而且有一定的全國的份量 難度也很高 所以賀錦麗在目前 我們剛剛說的他面對的挑戰是 全國的民調 確實數字不會落後太多 因為藍綠 藍紅兩州的選民 總數並不會落後太多 其實最後開出來的結果 就算是有勝敗 也不會差太多 想想看二零一六年 當時的希拉蕊 他的整體民調到開票結果出爐 希拉蕊贏了兩百六十八萬票 如果換算成全國民調的話 那還是二點二趴 換句話說 希拉蕊民調是贏的 全國民調贏的 但是拿不下美國總統的寶座 目前賀錦麗密道的挑戰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只看全國民調 看起來就會比較麻煩 那賀錦麗我們說了 挑戰是能不能延續拜登的政策 然後把他promote成好的政策 再來是他的負責 他在你剛剛提到的搖擺州當中 如果包括很重要的 這個很關鍵的加州 他是不是會比較有把握 聲券戰鬥 他畢竟也是出身加州 而且又有人覺得說 他其實跟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的關係 其實還不錯 是啊 大型科技公司 或許都會支持賀錦麗 沒有錯 但是加州選票就是百分之 就是五十四張選舉人票 而且加州 基本上 這個民主黨根本毫無懸念 在美國選舉人團來說 加州不是民主黨擔心的地方 就像川普不用去德州 拉票一樣 基本上不去 他也是紅的 加州是賀錦麗 不去他也是藍的 都不會有影響的 關鍵在於搖擺州 到底能不能翻轉 那目前賀錦麗確實他有一個優勢 就是說矽谷的這些科技廠商 可能會支持民主黨 然後好萊塢也支持民主黨 華爾街也可能會有一些人支持民主黨 但是同時 華爾街在過去這幾年 因為拜登經濟學 包括了拜登其實在打的一些經濟政 拜登經濟學當中 也有一些傷害到所謂的傳統的 譬如說能源產業 所謂的石化產業 受到拜登的打擊就很大 那這些也是巨富 他們就會站在另外一邊了 像特斯拉的馬斯克 就已經公開說他會支持川普 所以其實現在民主黨 確實還有一些基本的 所謂的金屬的支持 也確實在努力當中 可是現在賀錦麗的挑戰 確實是不小 因為整體的氣氛 再加上他的募款 還有他副手的選擇 都會是等著他解決的難題 但是如果能夠解決 也許還有一拼的機會 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雖然央行有祭出了 這個新西坡的房市管制 不過在房市的部分 依舊是非常的夯 而且連銀建指數都出現了大漲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了解 在國內現在房市真的很熱 這個房價也不斷地在上漲 在上一次央行的李監事會議當中 雖然有祭出新一波的房市管制 但是似乎挺好 效果不大 而且看到銀建指數 我們剛剛也有提到 挑戰史上新高 在今年就漲了57% 我們看到在六月份 當時李監事會議 針對特定地區的第二戶 進行房貸乘數限縮以後 再加上我們看到在過去幾個月 到處都在查新清安 導致中股市場的買盤大幅退卻 可是錢還是在 外匯收益還在不斷進來 只好全部買預售屋 那誰最受惠於預售屋呢 銀建股 所以我們看到銀建指數 今年漲幅是遠遠超過於大盤 同時在這幾天 也即將要創下始高了 我們看到在今年上半年的營收 其實表現最亮麗的 還不是單純的銀建 代銷類股年增幅是最驚人的 海月年增幅營收9成5 愛三菱代銷4成1 其他我們看到最近幾支股票 隆大 新美琪 國健 表現都非常亮麗 今年大概都是雙位數字 5成到6成左右的成長 那我們真實要觀察的幾個方向 是市場上的買盤 有沒有可能 由於這一波總價的推高 他只是把25年26年的買盤 提前透支 25年26年就沒有人買了 所以這個是大家比較觀察的方向 也正由於如此 今年大家在預售層面 或者在中股層面 多數的投資買盤 幾乎全數都集中在兩方格局 為什麼 兩方可以壓低總價 你總價太高 怕人家買不起 這是大家擔心的方向 可是我們觀察到 在最近永慶最新所公佈的 七都預售屋的各坪數代的交易占比 發生了驚人的跡象 過去我們看到總交易貸 通常是以30到40坪為大宗 通常就是兩方或者2加1 這個是現在購房的主流 尤其是預售屋 乘屋不一定 乘屋以前健康大間 但預售屋現在大概就是30到40坪 可是你觀察到有趣的現象是什麼 就是新竹縣市和台中 最主流的交易占比 集中是集中在40到50坪 占比是高達4成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 50坪以上還高達3成 所以新竹縣市的人 都可以買到大坪數的 新竹縣市有七成的購房者 只買三房以上 兩房根本不屑 但是新竹房價不是漲很多了嗎 還可以買坪數這麼大 新竹縣在整體房價 總價已經超越新北市了 僅次於台北市 那說明什麼事情 這真正的高資產客群 工程師 壓力都很大 生很多小孩 所以一定要有很多房間 對不對 所以至少要三房四房起跳 你更驚人的是50坪以上 居然高達三成的買房 所以口袋真的夠深 沒錯 所以我們必須了解 過去我們的這個買房思維 通常都認為兩房流動性最好 因為總價壓得最低 所以這是一個對自己的 保本的投資方式 可是在新竹縣市 他就沒有這樣的一個規則 存在 為什麼呢 他夠有錢 他是要買自己的居住面積 而不是看總價來決定 要買什麼樣的一個房子 是 這是給投資朋友觀察的跡象 事實上我們如果是從 各縣市的人口比例來看 新竹市和新竹縣 就是全國排名前兩名的 幼年人口的比例 分別佔了16%和15% 是來的最高的 這說明什麼事情 就是他不只是出生率高 他的個人人均的淨資產 都導致了買盤的持續 所以最終 他們已經生小孩 所以才需要這麼多房間的房子 所以你可以瞭解 這個買房還是有分地區的 有些人好像買房 就一定要什麼交通建設 一定要隨著火車站 捷運站 同新聞向外擴展 那時候過去買房的舊思維 現在買房的新思維是什麼 買在有錢人的隔壁 賣債貴他都會接手 這個是我們觀察到 對 台灣市場 營建股在短期內 中股市場買盤退卻 所造成的預售屋的銷售熱潮 以及各地分佈不均的 房地產市場的現況 好 不過很強烈的對比 台灣的房市熱成這個樣子 不過在對岸 我們看到房市 還是不斷地在下滑 所以他們現在 這次很意外 突然宣布降息 十個基點 那麼到底是不是為了救房市 對 而你說十個基點 那邊央行 十個基點 連一碼都不到 對 好像降息幅度沒有特別大 可是問題是 市場原本的預期是不降息 莫名其妙又降了十個基點 現在整體貸款率 已經來到3.85%了 這說明中國人行正在進行 幾乎是海量貨幣寬鬆 但是他造成的效果是什麼 整體股市的本益比 仍然僅僅只有八倍到九倍 遠遠低於美國股市的市場 這說明我撒了這麼多的錢出來 但是為什麼沒有引起 資產價格的上漲 或者房市的買盤 因為貸款利率是自然利率 他跟存準金不一樣 存準金是強制利率 也就是我規定的存款準備金提高 銀行就被迫一定要拿這麼多的錢 抵押在這邊 可是貸款利率的下調 我根本就沒有買房的需求 資金再廉價 我都不想要來買房 他就會形成市場上消費的退卻 反而有可能由於降息循環的發酵 造成市場上更不願意買房 所以我們看到在七十大中國市場 大中型房價指數的跌幅當中 目前平均跌幅大概在7%到8% 更重要的事情是從22年年底以後 下彎幅度就開始變大 如果是以現在在收漲的城市 答案是沒有 一個都沒有 就現在在中國60個城市當中 沒有一個城市在今年年增幅同比是上行的 說明什麼事情 我們當然知道中國的經濟 它始終會反映全球景氣的復蘇 所以它的出口其實在過去幾個季度都是上行的 跟台灣基本上是高度聯動 從六月份出口數據來看 年增率是高達8% 跟台灣其實差不多 但問題就在於賺了再多的外匯 還是沒有人願意賣房 所以中國未來的經濟重心 可能就要回歸到內需市場了 換句話說 台灣市場是人人都不想要有現金 因為人人都懼怕同膨 在中國市場當中 人人都只願意持有現金 因為持有資產會貶值會害怕 對中國當然來說 這個壓力更大是來自於在美國的制裁 所以不管是賀錦麗或者是川普未來神聖 出對中國的制裁力道 是不是會越來越大 我們先休息一下稍後來了解 我們來關心投影 最新的報告指出 美國要考慮阻止 揮答向往大陸特規版 這個AI晶片 H20 也就是說現在連降規版的 都不可以賣 那麼其實揮答自己本身的損失 也會非常的大 所以要請教翁老師 那不管以後是民主黨 或是共和黨審出 對中國的壓力只會越給越多嗎 確實是 這一點倒是民主共和兩黨的共識 對面對中國所謂的美中的貿易戰 科技戰都會持續的 但是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了 雙方 民主共和兩黨雙方恐怕 他的目標是不同的 民主黨是有系統性的 希望能夠把中國往後面來推 推 往後退 也就是拉大第一名跟第二名的距離 這是民主黨在外交政策上面 為什麼會有小院高強 目標就是這樣 非常清楚的 但是共和黨的川普執政之後 比較令人擔心的是 川普的不可預測性太高 因為大家會認為說川普他的商人性格 他的目標是為了要跟中國達成某種程度的交易 也就是剛剛很多老師也特別提到的 增加關稅這件事情 到底他喊出來了 過去確實是喊了 其實拜登也在增加關稅 但是拜登增加的關稅是鋼鐵業電動汽車 可是川普很有可能喊出增加關稅 百分之六十 甚至是更多的關稅 但是他喊完關稅之後 北京當局他會不會做出相對應的回應 讓川普又重新調整 這個是川普跟拜登會有差距之處 但是我們必須說企業在面對這種未來 一定是會加強所謂的中美競爭之下 恐怕現在就要趕快來佈局 有沒有什麼樣 陰影的對策 至少滿足在政治氛圍上面 都要跟中國對抗的這種氣氛 找出他們的相對應之道 目前看起來各個企業 事實上已經在做出一些調整了 只是是不是能夠滿足未來的領導人 或者是未來滿足這些政治人物 他們在抗中的這種大的氣氛之上 他們的這個相對應的政策 能不能夠讓自己能夠明哲保身 甚至自己還能夠持續獲利 我想這是企業要去思考的問題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黃仁勳在全球掀起了這個AI旋風 不過他其實也是會有踢到鐵板的時候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瞭解 在全球掛起AI旋風的黃仁勳 是也會踢到鐵板嗎 我們要請永遠哥帶我們看 現在也報導說他曾經跟台積電要求說 是不是能夠提供一條專屬於他們獨家 專用的這個COAX產線 這讓台積電當場就回絕 OK 好 其實他這個這條新聞報告 我覺得這位記者 他很會塑造氣氛你知道嗎 他說由於雙方口氣都很狂 所以會談氣氛一度尷尬 我覺得這不太可能的事情 你想想看 回答是台積電數一數二的大客戶 對不對 他怎麼可能會跟他講說 那你出錢嗎 你幫我蓋嗎 對不對 我沒有錢蓋 他不可能講這種話對不對 所以可是由這一點可以凸顯出來什麼 COAX的產能需求量真的非常大 他真的很吃緊 對 而且非常的吃緊 對 沒有錯 所以我是認為 不只是台積電 那台積電的 他這個COAX的設備概念股 我覺得也是 會是未來的主流之一 像是這幾檔股票 都是在其中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們的這個六月份的營收 跟今天累計的營收 這個年增率都是多少 至少都40%以上了 除紅做除外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個股來講的話 第一個我們看星雲 它這是老牌的 那麼也是 這個大家都注重 非常注意的 那麼我們可以看 去年它的產能已經增加40% 今年底它再增加30% 它負荷成長率非常的高 那麼它的股價 其實上漲並沒有什麼套牢的壓力 這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另外就是這個 這個致勝這檔股票 致勝這檔股票 其實你看它今天 也突破了盤整區 再創歷史新高 它為什麼再創歷史新高 因為你看它上半年的EPS 2.4元